所謂這個野蓮 對,野蓮 但是如果老師 沒有這個野蓮 要用什麼來代替呢 古菜嗎 對,韭菜 或者是我們在吃的 比較當季的一些像這個 國外也有這個蝦魚蔥 像這種的 對,都可以來呈現這個手法 這個真的超好吃耶 這也是最近台灣新的食材對不對 最近這幾年 你看一些餐廳 你會吃到說 怎麼有這麼好吃的蔬菜 台灣真的是一個寶島 那這個野蓮 如果觀眾朋友有回到台灣的話 或者來台灣觀光的話 你一定要嘗看看這個野蓮的滋味 真的非常的不一般 你會愛上它的 好,那我們今天要做這個蛋酥野蓮 這裡面我們運用的這個是 生的鴨蛋 所以鴨蛋它的蛋黃比較大顆 好,所以油脂含量 軟鈴脂含量跟香氣比較濃郁 那我們下去炸蛋酥的話 這個風味會比較香 好,那我們蛋白、蛋黃 下去把它打散 好,老師現在就是要教大家 怎麼做這個蛋酥 對,我相信在台灣住過的觀眾朋友 就會知道 我們常常在吃什麼絲瓜麵線的時候 上面都會有那個蛋酥 非常傳統的味道 那老師剛剛說 希望你們用鴨蛋來做 它的香氣會更足 對,好 那因為我們今天的話 它要呈現的是 我們把這個蛋酥炸完之後 把它放在我們這個 炒好的蔬菜上面 所以我們就直接把這個鍋中 不用太多油 用少許的油 然後要稍微加熱 你看你要下去的時候 蛋要下去的時候 油的熱度要像這樣 蛋下去會馬上呈現這個泡泡 的這個狀態才是我們要的 好,下去之後我們把它攪拌一下 所以大概要放30公分 到40公分高的地方 對 然後我們把蛋下來攪拌一下 如果觀眾朋友害怕這樣的話 我記得小時候 我父親在做這道料理的時候 它就會用那個篩網 對 然後從上面淋上去 對 然後它就會很均勻嘛 就像那個在空中 整個灑下來的那個流心力一樣 這樣子 但是用篩網的話 它要那個油要很多 對 要多一點 我們是用少許的油 你可以... 就可以... 我們待會兒炸完蛋酥的油脂 好,我們就拿來炒這個 直接來炒 對 對 好,你可以看到 因為我們這個熱氣 熱源是由鍋圓、鍋底 傳遞上來 所以它這個蛋酥 碰觸到鍋底、鍋圓的地方 會比較容易上色 所以我們要把它攪拌一下 好,可以看到這個泡泡 油裡面產生熱泡泡 就是我們所有軟瓶子 產生熱泡泡 好,你看我們這個一點點的油 就可以達到我們要的 金黃色的這個蛋酥 跟它要呈現的香氣 我覺得我小時候 對這個蛋酥的味道 我常常就在跟朋友分享 說其實這個味道 它真的就是一個記憶 所以記憶是有味道的 我現在常常發現 我最近很多事情都忘記 就是什麼 父親做的這個料理的味道 為什麼到現在都還記得 父親的長相 好像已經看 慢慢都要模糊掉了 可是那個味道 居然還會讓我想起 童年很多的很美好的時光 對,好 我們把這個蛋酥的部分取出 然後油的部分 給它稍微立一下 所以老師在取出的時候 因為還有溫度 所以我們不能太慢對不對 對 你如果說等到你要的顏色 再出來的時候 恐怕這個 就太黑 好,我們把它稍微 這個波動一下 讓油稍微立出來 好,好了之後 我們現在利用鍋中的這個 剛剛炸蛋酥的這個油 好,要讓它流它的香氣 好,這邊我們把這個金針菇的部分 把它加下 好,金針菇 還有我們的這個辣椒絲 還有我們薑絲 擺下來之後呢 我們先爆香 好,把它這個食材的這個香氣 把它炒出來 好,然後透過我們這個鍋子的熱度 讓我們的這個整個的一個薑 還有金針菇的水分 做一個揮發 好,這個水蓮炒的部分 它本身的一個熟成時間 也是非常快速的 所以我們在噴條的過程裡面 要掌控就是 也是跟我們剛剛這個 之前炒那個豆苗的這個狀況是一樣 你要用蓋上鍋蓋 去讓它產生熱循環 然後讓我們的水分 透過我們這個熱氣的一個循環 把蔬菜的部分做一個燜熟 因為我們在家裡的火 沒有像餐廳一樣這麼大 所以我們就利用這個 器具的一個特性 我們去打到 讓這個食材做一個快速熟成 好,我們把這個菇 還有我們的這個薑 把它煸到這樣的一個 上色的一個狀態 我們的椰蓮 洗乾淨之後 切成我們要的這個段加下 所以從這邊看得出來 老師加上去的油 並沒有很多對不對 對,就不用太多油 這炒出來就會是清脆的 然後我們的這個 蛋酥裡面的油就夠了 好,我們這邊加這個酒一大匙 然後一點鹽 四分之一小時的鹽 四分之一小時的糖 好,然後我們加一點這個油膏 好,油膏加下來之後 我們加一點水 水大概兩大匙 我們給它蓋上鍋蓋 給它稍微燜一下 那這個過程裡面 因為我們這個水量加了比較少 所以我們這個火力的部分 就要同時都給它開大火 那同樣的原理 這個水分聚集在我們的鍋蓋上面之後 它會掉下來 好,掉下來之後 就是你可以很清楚看到裡面的蔬菜的一個 這個變得更深綠就可以了 好,這樣我們取出 好,我們把它拌炒一下 讓調味料跟我們的蔬菜做混合 這樣子就可以了 這個水蓮不能炒太久 就是這樣子斷生就可以起鍋了 好,讓我們這個薑 還有我們的所有食材 就是混合均勻就可以了 老師,一般餐廳 只要推出這個水蓮 是不是都是所謂炒蔬菜裡面第一名 對 對,對,這個餐廳的部分 水蓮的部分 因為像我們去餐廳點這個空心菜 這些都吃比較 就是比較常可以吃到 所以我們一般現在水蓮就是比較燙 好,然後我們現在把這個 蛋酥的部分澆下來 最後我們要吃的時候 再把它拌圓這樣就可以了 好 老師在做料理 咖啡很美 大家聽得懂嗎 就是手腳真的非常的快 這道這個鴨蛋酥呢 跟這個野蓮的這個搭配呢 真的非常非常的經典 因為很台灣味的 對,對,對 因為這個野蓮的材料 還有這個蛋酥 我相信呢 台灣的一些土生土長的這個朋友呢 一定對這個蛋酥呢 非常的情有獨鍾 是的,因為很... 我們童年常常吃到 不管是煮絲瓜 麵線啦 煮這個白菜乳 對,白菜肉 宜蘭的這個名菜嘛 雞肉肉 一定都會有這個蛋酥 但是我們今天呢 從大師這邊知道說 蛋酥呢不是普通的雞蛋 最好呢 你如果買得到這個新鮮的 這個鴨蛋的話呢 它裡面的這個蛋黃啊 軟鈴脂啊 它的油分都比較多 做出來的蛋酥呢 香氣呢會比較具足 鴨蛋糕 或者脫下豆花 或者是2個人 finger 那種硬蠅 買一放小 rabbit 但是對甜种 你知道我們 如果 ext綁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